防车之家更加专业的防车色名 大家好 我是全熊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台车呢 是来自于江陵福特全顺T8底盘打造而来的 宇通防车昆蓬系列双拓展畅响版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底盘啊 江陵福特全顺T8的底盘 它呢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是4.5吨 一个是5.25吨 那今天这台车它是一个双拓展的机构 所以有着更大的承载 是5.25吨的一个承载的重量 那这个底盘相比较于EV科的底盘来说的话 它的舒适性或者是豪华性啊 又上了一个台阶 那首先来看一下前脸的部分 点阵式的进气格栅 两边的眼睛都是全LED的灯光 在白天的时候辨识度高 晚上行车也会更加的安全 车头的造型啊 和这个进口的 也就是国外版本的V363 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啊 那整个车头这一块是贴了一个叫做 带紫色的3M高端膜 这个膜贴上去之后 它的耐久度更高 而且时间长了 也不容易褪色 搭配的是一个藕合色的车身线条的一拉画 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 中国美学当中的这样一个高贵和典雅 咱们抬头往上看啊 这个额头它是比较饱满的 有着流线的造型 两边的压条也是做了一些优化 保证它的车顶不容易积水 车头前面有一个贯穿式的氛围灯啊 它的辨识度也会更高 两侧是视宽灯 那整个车的高度呢 采用了一个叫做低重心的设计啊 所以高度是能够控制在3米1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稳定 而且它的抗侧风的能力 也能够提高30% 确实啊 T8底盘的这个配置很丰富啊 也很高 前面是LED的灯光 两侧的后视镜呢 也是加宽加热的电动后视镜 那宇通房车一直以来 能够想要让它们的保温效果 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那这台车它的整个箱体的部分 采用了32毫米加厚的外墙侧板 内置了铝板再加上一个PVC龙骨的 冷断桥类结构 那拉开车门 里边的地板也是采用了 加厚的41毫米的层压板的地板 整个组合起来 它的保温效果 以及隔音效果会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 整个车它外部的一些设施啊 入门口的地方呢 是采用了一个联动的踏板 并且带有一个发光的扶手 旁边呢我们看到钥匙啊 这个钥匙呢只有一把 确实一把钥匙能够开车上 所有的藏门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打开这个藏门之后 里边是一个储物空间 大概能放多少呢 可以看一下啊 基本上是一臂的距离 那往上看 这边有一个最大承重30公斤的 一个外置的小桌板 上面是加水口三合一的啊 重力加水口 自吸加水口 以及取水口 还带一个开关的电源 那旁边呢 还有一个五孔的插座 方便我们在户外取电 旁边是黑水箱啊 再旁边的话 是一个大的贯通舱啊 它的容积的话 基本上放下四五个 七八个 这行李箱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再往下 是抽拉的户外柴油灶 旁边还设置了一个储物舱啊 可以摆放一些调料罐啊 或者一些锅碗瓢盆 那整个户外的储物空间 综合能力可以达到1100升 往上看 整个车的这个右侧的话 是有三个外推窗的 里边的采光和通风的效果 是相当不错 上方有一个手动的正常棚 并且带有氛围灯带 以及打开之后 会有一个亮衣钩 户外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往后走 就是一个后拓展的机构 下方式倒车雷达 以及倒车影像 整车是四路监控 同时这车呢 还标配了一个叫做 哨兵的模式 也就是说 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有人帮你站岗放哨 通过前后左右四颗摄像头 提供一些影像资料 保障行车的一个安全性 那车的左侧啊 这边是贯通舱的 另外一个舱门 下方有一个七孔的新能源 交流充电口 以及一个左拓的机构 OK来到车上 我们先说一下 这台车呢 是采用了一个 标马的2.3T 无伦增压柴油发动机 匹配了8AT首次一体变速箱 而且是跟宝马同款 最大的马力是175匹 峰值扭矩430有米 动力强劲换挡也是非常的平顺 刚刚在车外的时候 我说这T8的配置非常的丰富 并且豪华 在车里边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这边是一键启动 电子刹车电子驻车 前方呢是12.3英寸的 一个大联屏 并且带有语音唤醒的功能 稍后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的正前方多功能的方向盘 并且带有一个 电子助力的转向 打方向还是非常的轻的 你好福特 帮我打开收音机 收到 好 收音机打开了 还是非常的智能和方便的 前方的还有一个流媒体 后人镜在开车的时候 它的便利性 大家是知道的 那C型双拓展的车型里边 伊威克的底盘的数量 是占了大半个江山 相比较伊威克来说的话 T8底盘 它的整个驾驶式的上装 装修的感觉 它的档次真的是 提高了不少 那来到上装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家整个装修的风格 采用的是原木的设计风格 并且搭配的是这种无主灯的设计 呈现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是更加的居家 那官方给的解释是 反普硅真 更加的纯粹和自然 那整个皮质的包袱 这一块的话呢 是采用了更加亲肤的 有机硅的皮质的包袱 那这个包袱呢 做起来会更加的舒服的 同时也更加的环保 而且板材也都是采用的 更高规格的ENF级环保板材 看完整个装修的风格之后 我们来分区来看一下 你们家里边的一个布局 首先是额头床 这边呢有一个大的电视 我个人会觉得 如果把这电视换成一个 上下升降的投影仪 会来得更加的实用 把这个掀下来之后 就是一个2米15 乘以1米58的 妥妥的双人床 三面环窗而且它的内高 最高呢是能够达到73公分 让我们的上下床 会变得更加的宽敞 来到汇格区啊 采用了一个私人对象的 卡座沙发的设计啊 整个卡座沙发 坐起来的乘托性 还是非常不错的很舒服 而且正向的这个座椅的话 它是可以前后进行滑移的 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 也提高了我们的舒适性 前面的小桌板 或者是我们的餐桌啊 这边有四个杯架 把它放下去之后 也能够拼成一张 临时的单人床铺 而我的左手边 它的功能也比较齐全啊 储物空间 置物台 以及我们的充电的设备 那么再往上 有三个储物的吊柜 空间大小的话 基本上放一些 小被子啊 或者说我们一些 随车的零碎物品 还是非常足够的 这儿还有一个氛围灯带 那这台车呢 它的内部储物空间啊 也是做的比较极致了啊 总共15个储物空间 在两个座椅的下方呢 都有一个挖的 很深的一个储物空间啊 我觉得如果说冬天那些被子 没地方放的话 放这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上门口的这块区域啊 一个是入户门 以及你们家的厨房 入户门这边有两个鞋柜 以及一些这个置物的空间啊 右手边呢 就是咱们家的厨房了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洗菜池啊 可以说这个洗菜池 是我在房车里边见到 为数不多的啊 这么大的一个大小 三合一的一个软管水龙头 调节角度很方便 上面是一些置物的空间 而这个台面它的空间大小 也可以做到 一米一再乘以六十的 这么一个尺寸啊 下方是一些组合的橱柜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那往上我们依次来看啊 首先是西游烟机 KME的房车 专用直流变明空调 那它呢是可以不用开 逆边器就可以使用的 起到一个节能降耗的作用 那往旁边看 这块要好好来说一说了啊 首先是四路监控在这儿 而这控制面板呢 是一个集成的控制面板 水路电路灯光设备都集成在这儿 清晰一目了然 非常的好操作 那么再往旁边 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 有一个旋钮 它是采用了 十千瓦的高原恒温加热器啊 整车有三个区域均匀的分布 让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 更加的温暖 来看一下你们家的卫生间啊 这个卫生间功能非常的齐全了啊 洗面池 水龙头 独立的淋浴花 上方是双向的欢机扇 带灯光的一个化妆镜 下方还有一个旋转的马桶 以及储物空间 说实话 这个卫生间呢 给我感觉最好的一地方在哪呢 就是它腿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设计啊 非常合理 你看我坐在这儿 洗澡或者是上厕所 一点都不显得拥挤 那这台昆蓬系列的双拓展的畅响版啊 它是一个双拓的设计 左拓加后拓 那现在后拓已经全部打开了 来看一下后横床的一个尺寸的大小 是2米2乘以1米36的一个尺寸的空间啊 睡下两个成年人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很舒服 整个装修的风格也是比较温暖的 顶高也很宽敞 那这里边的一些设施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灯光的开关 以及电源的输出口 也就是说 我们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不需要下床 就能够控制车内的灯光的开启和关闭 家里边的电器啊 设备也很齐全了 在床底下呢 有一个墨薄三公斤 洗红一体的洗衣机 在旁边睡一个148升的双开门的冰箱 储存一个礼拜的食物也没有问题 那如果热菜怎么办呢 上方还有一个格兰式的微波炉 旁的这边呢 还有两个挂衣服的勾子啊 我觉得这车配置已经齐全到这个地步了 为什么不给一个全身镜呢 那这些都是你能够看得到的 设施很齐全 而且都是环保的材料 那看不到的是在咱们这个地板的下方啊 它呢是整车采用了车规级的专用线数 耐久度更高 安全性也会更高 可以说这台双拓展的房车 它是亮点满满 首先呢 它是宇通房车有着大厂的品质啊 以及它的售后的网点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另外这台车的底盘 本身是由T8底盘打到而来 开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而且近期呢 也是咱们这个房车底盘当中的一个 可以说是明星的产品了 那最后来说一下 这台车水电方面 水是220的清水 70的灰水 电是采用了12伏的800安离电池 底盘自带了10.5度电 头顶上方 还有700瓦的天空面板 后期呢 也可以加装到1100瓦 同时采用了3000的逆边器 而充电的方式也非常的不错 有这个新能源交流慢充 以及150安的双发电机 那话不多说了 这台车各位你觉得怎么样 这台车 hep 嘲笑